天高海阔 张修杰 是公司在公告当中提及这个事件 所以就引发了所谓中植系暴雷 中植系为什么会暴雷 中融信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它背后的老板又是谁 那么我想有关中植系暴雷这个事情 如果从金融运作的角度 修杰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的细节 因为首先我不是这方面的专才 另外我也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信息 但是我们可以从新闻的角度 来跟大家来一起看一看 中植系暴雷到底因为什么 而这个暴雷最关键的是 它接下来带来的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在讲新闻之前 先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 因为我觉得有些留言必须要回应一下 首先我强烈不同意 有一位听众在留言当中 讲到有关希望中国好这个问题 他说凡是指望中国好的人 都是希望共产党继续执政如何如何 我对你这个说法极力的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我们希望中国好 我们指的是希望中国人 过得能够安居乐业 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经济问题 很多中国人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 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们很同情他们的遭遇 希望他们更好 这并不代表这对共产党有什么态度 我知道可能你是一个非常痛恨共产党的人 但是你痛恨共产党不能把中国人民 把它包含在里面 政党政府人民是三个不同的群体 我想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 你应该非常知道这三个群体应该如何来界定 美国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清楚 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不代表中国人民 无论你对这个政党怎么看 我们作为人的基本的善良的角度 基本的价值观 我们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过得好 我想这一点是个普世价值 所以说你对中国政府有什么看法 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不能说希望中国更好 就是支持共产党继续执政 支持共产党如何如何 我觉得你这个理解的可能有相当大的偏差 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必须告诉你说 我强烈反对你的观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前几天我们封锁了一个留言的账户 为什么封锁呢 还是那个原因 赵谣 他赵什么谣呢 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总共留了三段一模一样的留言 他想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或者是注意到留言的朋友说呢 他想说什么呢 他说印度现在向俄罗斯提供了超音速导弹 他对莫迪这种敢于 在这个俄乌战争背景之下 跟美国外交立场不一样 表达了高度的赞赏 我非常确定的说 他写了这个假新闻 这也是为什么我封锁他账号的原因 印度有没有向俄罗斯出售超音速导弹呢 没有 他这个消息怎么来的呢 是印度一个好像专门研发什么导弹的研究 在俄乌战争当中呢 没有发挥这个关键的作用 而印度的导弹呢 非常好 俄罗斯如果买的话呢 就可以改变俄乌战争的局面 这个导弹研究所的发言人 很明显的做广告 但是呢 那个造谣的留言呢 他把它演绎成是印度总理莫迪的话 那么我非常担心 注意到留言的朋友会受他的影响 所以呢 我把这个账号给关闭了 希望大家看到这次留言的人呢 你要知道 他写的肯定是谣言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印度早就说了 既不会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也不会向乌克兰出售武器 这是印度一向的所谓不结盟政策 好了 讲完这两个留言的话题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中植系 我们刚刚说了 中植系的中融信托爆雷了 因为三家公司的公告当中呢 告诉他的投资人 他们在中融信托所买的这个债券呢 已经没有办法支付了 那么中植系到底是个什么一个机构呢 今天在中国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大财团啊 都被灌制于这个系那个系 我们最耳熟能详的 比如有明天系 安邦系 海航系 这三个系呢 现在都分崩离析了 比如说明天系的老板肖建华 被中国的法院判了13年有期徒刑 那么这个中植系啊 这是过去我们很少听说过的 这个中植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据说他的创办人叫谢直坤 这个谢啊就是我们说解开的解 但是如果从这个姓氏上呢 他应该读谢 直呢就是直接的直坤 就是一个金字边一个坤轮的坤 谢直坤本来这个名字啊 并不是这么写的 谢直坤本来的名字呢 是那个直是直竖的直 就是有个木字边 坤呢是土字边一个深的坤 所以他原来的名字叫谢直坤 谢直坤是如何发迹的呢 据说他原来是个普通工人 后来呢 经营木材生意 然后经营木材生意之后呢 赚到了第一桶金 然后呢就进军这个金融行业 在进军金融行业的时候啊 据说这个谢直坤就把名字改了 为什么改呢 因为据说这个木能克金 那么所以如果进入这个金融业 而这个谢直坤的 只有个木字边呢 据说对他进入这个金融行业不利 于是他名字又改成了谢直坤 就现在直接的直坤呢 变成了金字边的坤 那么这样呢 就从这个木材行业 进入到金融行业 当然这是江湖传闻 那么我们也不妨信一下 听听这个江湖传闻 似乎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问题是谢直坤的个人发迹啊 肯定不是改个名字这么简单 原来木克金 然后把木字去掉 来这个金 就从这个木材行业 进入到金融行业 谢直坤发迹之后啊 可以说他涉及的领域呢 都是一些敏感的领域 什么叫敏感领域呢 就是他所涉及的领域 比如说这个融资啊 木资啊 比如说这个投资方面啊 都是需要特别的 金融许可的 谁来发放这个金融许可呢 当然是由中国政府来发放 一般的这个商人啊 很难得到这个牌照 但是呢 谢直坤得到了 所有他想要的牌照 于是呢 他又在金融领域里边 大展拳脚 谢直坤是中职系的 台面的老板 他背后的背景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谢直坤最大的靠山啊 他有个个叫谢直村 谢直村为什么会 可以成为谢直坤的靠山 成为这个中职系的靠山呢 这个谢直村的职啊 就是原来那个木之边 那个职 据说这个谢直村呢 原来在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 那么官制处长 后来的调任到光大银行 然后呢 从此进入了金融领域 换句话来说 谢直坤进入金融领域之前呢 他的哥哥谢直村 先进入金融领域 但是呢 两个人角色不一样 谢直坤是金融领域的 这个大财团的创办者 而谢直村呢 是金融领域的官员 他先后在很多 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公司里边 位居高位 比如说光大集团的执行董事 比如说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副会长 中投公司的副总经理 中央汇金公司的总经理等等 那么有一个位居金融界高位的 哥哥坐这么重要的位置 所以谢直坤的这个金融 在金融界里边能够风生水起 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问题是这个谢直坤 在2021年的12月突然去世了 关于他的去世也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说有意思呢 因为谢直坤去世呢 他公开的这个集团的公告呢 说他心脏病发 所以呢 在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呢 突然去世了 但是我看到有些媒体说 他在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 为什么会去世呢 除了心脏病发之外 说他这个在锻炼身体的器械 有个绳子 缠住了他的脖子 所以导致他去世 这令大家听起来就有点奇怪了 如果心脏病发作去世的话 这本身算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偶然会看见一种现象 一个人如果有严重心脏病 不知道又没有预防措施的话呢 很容易就会出这种事情 但是心脏病发之后 在这个健身器材上 有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 导致窒息死亡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诡异 这很容易让大家想起来 另外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 去世的这个原因 这个企业家呢 叫徐明 他是大连时的原来的老板 后来呢 因为卷进了薄熙来的贪腐案 被关进了监狱 在离他释放 还有好像一个多礼拜的时候 突然在监狱里边锻炼身体 也是导致了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这个谢子昆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大家最熟悉的 他是歌星毛阿敏的丈夫 所以说谢子昆 突然去世的时候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说这个中植系 在谢子昆走了之后 到底由谁来掌控呢 他会不会出现 经营上的问题呢 因为毛阿敏并没有 接手这个中植系的经营 毛阿敏作为谢子昆的 这个妻子呢 很明显 他在这个中植系 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 但是现在中植系出了问题 那么他出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 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中植系底下的中融信托爆雷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爆雷呢 刚才我们说了 有三家上市公司发出了公告 他们投资在中融信托的钱 收不回来 这笔钱多少钱呢 加起来不到一个亿 三家上市公司 投入到这个中融信托的钱 加起来不到一个亿 拿不回来 这为什么会引发 这么大的震动呢 因为根据媒体和报道 现在中融信托爆雷 它所引发的后果 是十分严重的 如果这三家上市公司的钱 拿不回来的话呢 意味着接下来会有更多 在中融信托有投资的人 拿不回钱 那么这里边影响多少呢 据说三千五百亿 大家不要以为 三千五百亿 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根据媒体的报道 中融信托 以及这个中值系底下的 几家大型的金融公司 他们吸纳资金的能力 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融资可以达到了 总额最高峰的时候 将近两万亿 那么这两万亿的总额 当然不是现在 面临最大的风险 现在据说这个中融信托 面临最大的风险呢 目前看来也就是三千五百亿 但是问题是 这种信托公司 如果拿不出钱 来还债和还利息的话呢 它会引发这个连锁反应呢 接下来会发生 多大的这个债务违约呢 这一点呢 是大家没有办法去判断的 因为它过去的吸金能力太大了 那么中融信托 这次出问题 据说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们所吸来的资金 很多投入到房地产 而房地产的大集团 接连爆雷呢 是这些信托公司 出事的主要原因 中融信托呢 也同样不能幸免 我们知道最近 大型房地产公司 碧桂园爆雷了 碧桂园爆雷之前呢 还有恒大也爆雷了 那么碧桂园现在同样看起来 所欠的债务这个数字呢 其实并不大 但是呢 引发的连锁反应呢 这个数字会扩展到多大呢 这也是大家没有办法判断的 比如说之前恒大 恒大当时说起来 也就是一百多亿两百多亿 但是事实上 恒大现在负债呢 已经达到了以兆来计算 那么碧桂园 接下来将会出现 更大的这个债务风险呢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因为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呢 导致了这些 像中融信托这样的公司 他们的资金链 也出现了断裂 那么这个资金链断裂下去 会影响多少公司呢 这一点呢 是大家最担心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 中植系的中融信托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啊 比如说他欠的债 多数是一些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 在市场上吸纳了资金 本身的业务呢 也没有这么多的需要 于是呢 就把钱投入到信托公司 通过信托公司呢 来赚取利润 但是一旦这些信托公司 把钱投入房地产 而房地产又出了问题的话呢 这个连锁反应 不但会影响中融信托 也会影响在他那里 投入的这些上市公司 表面上看起来 中融信托这条大鱼 他并不在乎一般老百姓的钱 他吸金的主要目标呢 是一些大机构 但是这些大机构 往往都是民营企业 我们经常聊 目前中国经济所出现的问题 其实很多问题 又在于民营企业的经营 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 之前的行业整顿 令到一些民营企业的龙头行业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啊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针对一些民营企业当中的巨无霸 因为他们垄断了市场 垄断了某个行业 所以受到整顿 但是这个整顿 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 就是伤害到民营企业的龙头 也会伤害到民营企业 整个生态链 那么这次中荣信托出问题之后 他所引发的这个连锁反应呢 就是很多民营企业 在这个中值系的投资呢 很可能会拿不回来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些民营企业 好像都是一些机构 他对一般的老百姓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像之前 河南的一些农村银行出了问题 很多人把自己私有存款 存到银行里面 引发了这个挤兑的风险 现在似乎中值系的暴雷 不会引发同样的行为 但是我们知道 当民营企业受到广泛冲击的时候 它到头来影响的还是普罗大众 因为民营企业的倒闭 或者是缩减规模经营 一定会令到中国出现更多的人失业 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 已经高得已经令人非常吃惊了 到底是20%还是40% 我们没有非常准确的数据 但是最起码说明年轻人失业问题 已经非常严重了 而当更多的民营企业 因为受到这种金融行业暴雷 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情况下 很多民营企业要不就倒闭 要么就缩减他们的基因规模 这又会给社会的就业 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说为什么说 中融信托这次暴雷 有可能会产生非常大负面影响 我看有些媒体 或者一些金融界的人士 把它评价为中国的雷曼兄弟事件 我不觉得这次中融信托暴雷 会跟雷曼事件可以相提并论 因为毕竟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并不完全一样 比如说雷曼兄弟事件暴雷之后 影响的是千家万户的房贷问题 这次中融信托暴雷 它影响的更多是机构 我更加担心的是民营企业 再次受到冲击之后 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 那么这次中植系 为什么从一个庞大的公司 从一个最高峰的时候 可以融资过两兆 这样规模的一个金融企业 会出现暴雷呢 说来说去 就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 那么房地产 为什么会导致它暴雷呢 大家还记得行政政策 对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影响吗 中国的房地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十分的火热 可以说房地产的价格 大家都习惯了 只有上升没有下降 但是从什么时候出现转折呢 就是行政政策说 房地产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的 从那个时候 从各个不同的领域 打压房地产的这个过热现象 导致了中国房地产 从此一蹶不振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又遇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又遇到了清零政策 再加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 冲突和对立 西方国家采取生产供应链 转移等等政策 令到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就令到中国的房地产业 更加是雪上加霜 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 不仅涉及到这个房地产贷款的银行体系呢 一定会受到了一个负面的压力 上个礼拜五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 七月份中国银行新增贷款的这个数目 这个数目令到外界大失一惊 为什么大失一惊呢 因为中国七月份银行新增贷款 跟六月份相比呢 下降了89% 那么这么大幅的下降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中国开始出现了通缩 如果中国开始出现通缩的话呢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不仅 一定将会更加恶化 如果说这次中植系的中融信托 是因为投入到房地产的资金太多 才引发了这次爆雷 那么当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前景 更加不明朗的话 那么对房地产的购买的欲望 越来越下降的话 那么我想将会有更多的中融信托 这类公司出现爆雷 这才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冲击 那么这次中融信托的这个爆雷 其实让我们看到 中国目前经济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我们从中植系 从创办到发展 到它的高峰 到现在出现爆雷 我们可以看到 中植系 它无论是从它的创办 到它的发展过程当中 都离不开一个官方背景 中植系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有谢子春 这个官方的这个角色 在背后撑腰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中植系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跟很多央企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也就是说中植系 能够有今天的这个经营规模 背后有央企 有官方的支持 这个因素是离不开的 其实很多中国巨无霸的一些民企 背后如果没有官方 或者央企的背景 做一个靠山 做一个支持的话 他们也不会成为巨无霸 这就令到我们看到 中国目前经济 面临的很多困境当中 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就是当这些民企发展成巨无霸的时候 中国政府又觉得 他们影响了国企 所以要把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的龙头 进行整顿 但整顿这些民企同时 又不可避免的伤害到国企 甚至伤害到中国的经济 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好像看起来 中国经济为什么扶苏乏力 其实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天生的弱点 就是它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这也是西方国家经常诟病中国的地方 因为有政府政策的影响 因为有国企的影响 所以导致很多民营企业在基因过程当中 成也国企 成也政府 而败也国企 败也政府 这是中资集团 也是因为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指导 导致了整个行业出现了衰败 而这个衰败现在又蔓融到金融行业 而金融行业受到房地产业的影响 只不过是刚刚一个开始 连碧桂园这样被称之为 模范房地产公司的大型的企业 都会出现问题的话 接下来房地产行业 或者中国其他的民营企业 再出现更多的问题 那么一定会产生更多的 这个中资系 中融信托 暴雷这种现象 我想接下来中国的经济 恐怕还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而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 所产生的负面结果越多 这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内外政策 同样也会影响到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拜登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 正在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呢 我想这个定时炸弹最大的源头 就是在于中国的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呢 同样会引发外交国际战略 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改变 我想这一点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发展和结果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